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大家好,我是虫虫 虫虫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鱼人套的试玩 鱼人套呢,它大部分卡牌都是可以合成的 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花费一点奥数之陈就能合成起来 也是一个新手比较容易上手的这么一个套装 比较适合术士来戴 因为我自己呢,我玩术士玩的不是鱼人啊 我是玩的是斗M版的术士啊 没事就自己崩牌崩写之类的 然后这个K神呢,他试着组了一套术士的这个鱼人套 然后这个我们,我跟他一起试玩了一下 还是挺给力的 鱼人套呢,特别怕法师的AOE 但是我们打了一个法师 本来是,因为法师总会带AOE的嘛 本来是考虑可能要打不过他,要认输什么的 但是那个法师由于他排组的问题 或者是他运气的问题,没有抽到AOE啊 也被我们玩爆了吧 就算是把这个法师给打了 他不是很会玩那法师 所以就是大家就看一看鱼人套的这么一个试玩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玩录师的朋友可以加我的群 然后加进来咱们一起游戏一起讨论一下 怎么玩更好 相信早有天会公测的啊 因为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将来公测化玩的话 也就是跟我差不多啊 都从这时候开始起步玩 挺多东西呢 我们都是要重新学习,重新讨论的 这游戏我觉得它比较有深度吧 就是一时半会儿是玩不到头的啊 每一局都不一样 好了,欢迎大家关注卢士传说 也关注虫人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我到优酷空间 空间ID,微博ID 都叫空空宝贝虫 我们就一起游戏 共同进步 好了,大家看视频吧 游戏 这游戏就是残风之者 那个一月有游戏 它好像打得比较爽 游戏 游戏其实挺爽的 但是游戏就是初期的游戏卡要多 要是抠不了场的话 可能会死得很惨 然后鲜血小鬼要戴上 哎呀 都玩得术实 游戏就全都递贝了 对 这游戏不是全的吗 这游戏不是全的吗 这游戏就不一样 然后最好是后手吧 后手有个那个 呃,幸运水晶 多一个 这游戏 游戏的话 嗯 咱们戴嘲讽吗 还戴一个吧 戴这个 红戏戴不戴 还可以戴六张牌 红戏戴一戴 原来几怪 嗯 还有暗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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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她就是 灭你的那个随从 都暗影剑 暗影剑 也怪 然后暗影剑 还有 暗影剑 还有 魅魔 哈哈哈哈 哎呦 我说我说那个魅魔呀 我当时我看随机弃一张牌 我以为是弃对方的牌呢 然后上来我就用魅魔 哈哈哈 当时你们都懵了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来试一试吧 第一次做 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 好的 怕她寂寞呀 哎 哎怎么 哎 卡了 啊 啊 哈哈哈 每次你组卡组完都断网 不是不想你那么顺利 她不想你那么顺利 哈哈哈 欢迎回来 好久不见了 你要允许我报复社会 来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第一次打鱼人 就是我之前没打过鱼人的 正好给你把术师的记忆 对了 只有组鱼人套是练集也不错 哈哈哈 啊 练集练集 拿到基本卡牌 级约就没什么用了呀 嗯 就放心玩吧 就是练到十级嘛 像是盗贼了战士了这样的 比较战风的职业 可以用鱼人套来练 打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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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有AOE啊 牧师只有两张AOE啊 还不一定能抽得出来 鲜水的话 好捧还是得的吧 其实 嗯 先这样吧 那你说 我还是没打过鱼人 难道牧师 嗯 牧师他不带鱼人的那张词卡吗 就是带鱼人那张词卡 解鱼人的 哎呀你力气好好啊 直接就有这个三 三血的嘲讽怪 但是你会不会被他 被他灭掉啊 灭 他顶不过 他现在一费 这都痛掉过 上一个北京牧师 新年世界 然后看到我一张鱼人 鱼人 嗯 这两学的鱼人小怪 他现在感觉非常弹疼了 嗯 嗯 你这种小怪要被秒了的话 就不好玩咯 对啊 他还先打你嘲讽 你看牧师总是哎摸摸叽叽摸摸叽叽的烦死了 所以我觉得玩牧师这些男的啊真的是 嗯 哈哈哈 变态难才玩牧师 怎么皮是牧师 这男人就玩战士吗 砍多好啊 对不对 啊 武器战就用脸砍 对呀 都爽啊 玩什么牧师摸摸叽叽的 哈哈哈 牧师什么热爆了 牧师叔叔什么的 用战士 拿下武器就砍 他怎么这么逗逼 哎 他是不是逗逼啊 哎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呀 啊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呀 还我的愚人套 只是 我还是想 你竟然给他按一键射点 你先攻击再射他呀 哎 你先用愚人攻击再射他呀 你现在 你现在攻击力这么强 他怎么这么逗逼呢 他怎么还给你加状态呢 我 我 我让他 我让他把这个来 用 他来撞了我 我按一键射他一下 一会儿用 这个韩光纤芝 不对 他还有别的牌 他要给他这个愚人加状态 你看 他他把牌放在他愚人身上了 他要给他加状态 干嘛 他加也加不了那个嘲讽呢 哎 这个牧师怎么想的 不知道 哎 他怎么这么逗啊 他为什么 他偷了你张愚人卡 他为什么要用呢 他可能 你怎么打过愚人 哎 你要干嘛 可能 可能 应该 能用一个 他应该能 能 能用一个 摇你的鱼人 他可能能摇你的鱼人 我感觉 你对我英雄做成不电线 他想什么呢 没牌用吧 哎 你先攻击要再灭了他呀 啊 你要上 他是个战斧效果 啊 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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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顺去错了 顺去错了 我应该先先上这个再上那个 弱逼 不过也还可以 你这是鸟他的吗 哎 他怎么这么逗呢 啊 我看啊 他要来两个AOE的话 也清不了你的鱼人呢 对啊 好他碰了 没有碰吗 如果再 你好了好了好了 好快点吧 好了好了好了 你要他刚才解掉我的鱼人 但是 我怎么我就只不过第二个线而已 他就死了 对啊 你还可以抽牌呢 你自己在掉血抽牌上啊 这张卡上场是要 呃 扔哪张牌的 但是我没有手牌就没法扔了 啊 升级好快 哎 这个牧师那个鱼人加错了吧 他给你加战口效果 不合适的 他怎么想的 对 他上错了 他本来死了 我看呢 结束了 game over 嗯 起配 要带好了 哎 这是 看下七十手牌 我调下框啊 这是个什么呀 这是圣骑士啊 对啊 真的不好调 调回来挺难的 又正好回复到刚刚的位置 还是差一块 你玩你的我慢慢调啊 因为他 你看远程的贴收的窗口 嗯不是他 他这么快加奥秘了 哎呀 这个今天鲜血小鬼出的怎么呀 不错 成功师兄 坚持不懈 你要试试牧师就好了 牧师能不能带鱼人套啊 可以给自己加血 可以给自己小鱼人加血 牧师带鱼人套的效果比较差一些 鱼人不需要加血的 就是一波流 好 还是要慢慢找他 不错 小四说 他说他一定要玩牧师 每回和加两血多牛逼啊 结果 结果这系统还有问题 不能跟电脑打 他牧师到现在都没结束 哎呦我了可去啊 逼大家去买那个紫卡 对啊 对啊 他现在感觉压力身上 下回后可能没排到这一套 鱼人套怎么破 除了那个紫卡以外 什么能破 AO一多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我是没被鱼人打过 因为我都是玩法师嘛 我就对牧师比较头疼 打别人都还好打 打别人都还好打 你这两个 Bears 白满了 大一个白满了白满了 哎 你今天两个潜行的小怪都出来了 对啊 但是我现在非常怕他四费的时候 一个奉剑 我尝尝死一天 他好像是要把其中一个小怪 你那两个你那两个潜行怪 也挺但疼的搞得这样位置 对啊 但是他占位置 但他提供的效果太好了 加二的伤命啊 我想想 这些本来是一血的 现在比台面上三血了 这两个本来应该死掉的 他要瞄你这个 用人领军 肯定是要瞄你一个什么玩意 对 造成三点伤害 出一张牌 遇过同一只了 给你等位置 他抢上一个怪都没有 你就打脸一会就死了 是男人就砍呢 那武器不用啊 他那把 公正剑 公正剑其实不是用来砍的 哦 是什么的 这不他一会就死了吗 加四加四 没有 这真男人 你有没有吗 哈哈哈哈 你看 公正剑的效果非常不错 它是一个加Buff的效果 就是使每一 每召唤一个怪物 它就加一加一 嗯 我没有这个剑吧 我没有这个剑 没剑过 你有你有 就是一把非常 嗯 因为组这个圣骑士的套装就是了 嗯 这把剑非常非常强 我觉得非常喜欢 如果说是在那个竞技场能用圣骑士能抽到这把剑的话 颜面还是比较大的 嗯 只要初期能出这把剑 你圣骑士九胜的那次是不是就抽到这把剑了 圣骑士九胜的那一次我是靠的 呃 我打那个是圣盾磷 啊 然后就是不断的 外炮圣盾 靠圣盾 靠圣盾磷还靠不了 哎 这些都是夫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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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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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被法师 法师不怕一个人掏的 你还可以吗 多可怜的事情 怎么样 游人套爽吗 爽 你刚刚就是被猎人给虐了 所以要 游人套打猎人呢 你看猎人的那个 也可以啊 你看猎人的那个 猎人的那个群攻 就是什么 爆炸的那个 看那个什么时候出 爆炸三级 对 他非常怕群攻 非常非常怕群攻 但是法师如果说是一个 就是一个加法商的小怪 加上一个魔宝树的话 游人流就得客了 不用我动就行 我我我就是 我看啊又是牧师 好 哎呀这一次的话就不是很好了 洗手牌不好吗 全都换了 我来两张游人 来两张游人 哎呀都是高费的游人牌 可能我支持的话就要 卖血吧 卖吧卖吧 哎 这些新型的鬼 这个很好 我非识这样做吗 这等牧师又一出了 对 这张牌很难逃呢 哪一个玩家出两张牌 我法师带的这张牌 为了赶紧把那个奥秘抽出来呀 为了赶紧把那个 韩冰啊 把那个冰锥啊 赶紧抽出来呀 没有人啊 我都带 你抽我也抽 对吧 反正我的法师就是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对 对对对高爆发的牌的话 用这个没问题 一个两个问题都没有 包括游人流 这个也是一张核心牌 因为我术师也抽牌了 所以说无所谓 但是因为他是游人呢 他上场以后会获得游人的属性吗 你可以不带他的 嗯 嗯 对于其他职业的游人流 非常缺牌 所以说要需要上这张卡 啊 哎 他要 这是什么呀 啊 他上场很怪的 你看他用那个雪晶乐的话 真的就是 是 嗯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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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撞 下一步会上先知 你下回合不要有诺娃 你有诺娃我就认输 你说又一啊 四废回合 对对他只要有 aoe 我就直接认输不玩了 有吧 有吧 没有 真然是顿的话我不怕 思维窃取出两个鱼人 呵呵 他这么多盘呀 先 四血 我就可以跟他换 换不掉 来啊 这刚好都换掉 来 你有一个没攻击吧 你是不是有一个没攻击 谢谢小鬼没攻击 不这个这边这个四血两宫的小鬼是你刚上的呀 这这两这两个刚上的 这两个都是刚上的 你看他嘲讽怪多 牧师嘛 他就带的嘲讽怪比较多一些 就蛋疼了 对 待会好沉默了 你上这个有什么意义 几张牌 是吗 然后 再用1-1的跟他换 这个是2攻击的 拿个1的跟他换就行啊 然后 对对对 我上一个召唤门 并写出开 大王来了 所 留下 你要上 上了我就 不玩了 自戒 这要是法师得多爽啊 一下就亲了你的小鬼了 他要给他沉默 打牧师吧 你说牧师怕这个 但是你刚刚打是因为你嘲讽怪没出来 出来的话好打的 对吧 一个人打嘲讽还是难打 你那什么哪去了 哇哦 神牌撑卡 然后就被人家撸了 这是个冲锋怪马上就能攻击的 他会扔我两张牌 哎呀 我的大王被捞了 我无所谓 这张是长卡 这张卡吧是这样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 只能集齐愚人卡 他就会自动送一张 哇 送过我的克星 这张卡就是我的克星 他死亡之后会 他会怎么样 我看看他这个 我没带过这个潮龙怪 我不带随从的 我的法师没有随从 对所有角色造成一点伤害 他死亡之后 两点伤害对啊 所以说我这只鱼人可能会有死一部分 那你得顶到啊 你死了 你先上你先上鱼人吗 呃 先上这个吗 你还能多一点输出 还有你的镜像 加四八点伤害 他刚好咋不死 再来一张鱼 刚才如果再抽一张鱼人 他就死了 或计练 他就死了 对 他腹的 他他他有没有嘲讽怪 有嘲讽怪 你就不好打 对 好了 你还好啊 你现在还有个嘲讽怪 你还有个嘲讽怪还能打 你气卡挺蛋疼的 那两张卡大王没有了 一会儿一会儿如果说是我有另一家卡的话我会把人家卡换掉的 你死了还是能打的 鱼人流微无霸气啊 妈呀看来 k 神就今天爽坏了 真心的真心挺bug的 我不是说费吗说了 经济场太惨了必须要报复责汇 继续吗还是 再念一个人啊这太坏了 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我不我不我我我我我我乖乖的去召唤我的小图腾去 我好好好好玩我的小图腾我的小图腾多么可爱呀 然后我的术士我当然也可以 我喜欢我喜欢自念吗 我我术士招的全是那种扔自己牌的乖 玩半袋自己牌都被自己扔光 妈呀笑死我了 你都玩我 我玩术士 哎呀玩术我玩术士实在太逗逼了 你再你再打一个人再打一个对战吧 嗯再打一个对战吧 那没有办法 那你就这样的 你对战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你是鱼人流啊 如果知道的话他带一个那个城卡对不对 他带一颗那个城卡起码能解掉那就一费的那个牌 这是鱼人流打鱼人流很带疼 哈哈哈 互相撞吗 怎么会那么巧 对就是啊 其实呃 就有一天你竞技场组卡的时候就有好多鱼人 但是你说因为很难凑击鱼人 所以你就没有选 一飞二飞的小鱼人可多可多了 对鱼人就是鱼人套 真的很老 哎呀 你完了 来吧 你要为了是快 快认输逃跑来 这个是你自找的 直接认识算了 我打打打打看 不知道他这个法师是哪种法师跟我一个一样 銷鱼在手里 哈哈哈 我 tat 让你也没人接到掐了 只是吧 你别跑啊 那你就装掉线吧 行 我看行 他是哪种法师 我 听一听 不是 你说愚人套 哎 你看我给点这张牌 然后这边又出了一张力量的代价 好神奇啊 这是个Buck吧 你看我上个水晶把他招出来 然后他一个火球点点 我渴了 我觉得等他出来之后我再招他 你不能通过这里 不错 我们还是好朋友 比较喝水 看一看啊 冲锋你要大神不要用火球 三回合他当奥数飞弹就够了 法师一般都会带奥数飞弹的 对啊 没事你待会撞掉线 热书然后掉线 再给自己加什么 哎 他招这个干什么 他怎么这么逗逼 这是一个废物牌 零废一一的小天灵 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废的一张牌 那他零废的时候为什么不招啊 他可能刚来吧 哎呀 这张牌可能 他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Buck的大怪 他那个嘲讽怪把是一个四血零弓的 所以你可以还不是很怕他 看我看这么爽 啊 爽这个我就不怕了 他要不掉你这些小怪 最多就是把你的鱼弄上 我觉得哎这个法师也缺卡呀 他怎么回事他 这法师在干嘛呀 哎呀 你看他动了 不知道了 动了用冰枪点一下呀 要你四飞可以可以可以上老瞎眼了 对啊 我看你们就蛋疼 还撞我人 哎 他怎么这么动 还点我人 太好了 哎 他不会玩 你是一个好人啊 这时候就不能上汗汪之嘴了 上了我就是找死啊 你上他被变阳了怎么办啊 贝蒂 变就变呗 啊 起码能打七点伤害出来啊 哎呀 愚人就是抢血啊 他这回他变我羊的话 他就没法动我了 我这些小怪就可以要他命啊 他不变待会你要打七点伤害呀 他肯定他要么就动不上 对啊 他现在就是很危险 要么全都动了 这个法师他不会玩吧 哎 北爷他他不会玩啊 他怎么他怎么那么动呢 我可能会 他不可能说是会玩 他排不好 他带些什么呀 他连法力夫龙都没有 他需要赌骨吗 这些有什么用 他带年轻女士有什么用 法师为什么要给自己加血呀 你不跟人家打输出吗 这 对啊 这这你还好没逃跑 你这不就赢了吗 他二十三血 我们来借一下他 我们来跟他开一台人生 不是 你看如果能说话的话 起码你能跟他说一说呀 你不能说 他这个现在没有开说话系统 我靠 这简直是变态 他有一张奥数飞弹都能清你啊 不是说清你就扫七 我靠 好爽好爽 哎不是 他奥数飞弹都没有吗 他上的是什么 他就出过一个群攻 还没有造成伤害 就纯粹把你给冻上了 我相信这个 他以后肯定会带上 奥数飞弹 魔暴数值里的牌子 那不是那是必带的 不是那是必带的呀 就算他不是那种打法伤的法师 他也应该带呀 他不带的话他怎么 奥数飞弹才一费 对对对 肯定带呀 应该带一个 真的应该带一个 没必要带两个 但是必须 至少要带一个 可能他带了 你出发来也一份了 带两个太多了 带两个真太多了 两个你说多呀 关键我有那个小法师 我奥数飞弹可以免费用 我法上来都是免费用的 哎不是 你说这个法师他淡不淡疼 他搞这块铺里 就就他从头到尾就铺出一个嘲讽来 我去你还要逃跑 你这丢人的 受不了了 法爷自然有这个威慑力啊 法爷有威慑力 法爷这威慑力你敢信 要我说你逃跑你就开始装掉线 实在是 这个法师他不是很会玩吧 或者他牌太差 他都带小精灵了 对对对 那你看他 他这他可能也是一个屌丝法师 因为他的上的牌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牌 这跟屌丝法师有什么区别 我屌丝法师的时候不一样打吗 那正好是 他还是一个屌丝法师的 家伙不会玩的法师 我屌丝法师打你高富帅不也差一点点赢吗 就差一点点 迷失大神啊 怎么能跟你比吗 我我是我是我是三国沙的 OK这个不行了 这个都没弄明白呢 你别的职友都不会玩 我只知道他有什么牌呀 小心